我這麼說 我相信有得利嗎 我完全有得利 看得出來國民黨現在內部 本來在傅昆琦這樣的這種操作之下 現在看出來是什麼 不分區組戰 然後分區組合 應該這樣講 年輕可能組翔 深藍區的立委也組戰 如果是這種差距很接近 像葉元芝 劉許廷 還不是組合 葉元芝 劉許廷還有那些什麼 圖全集 廖先祥 有種就出來嚇一下 那個叫祖祥 別跟民進黨亂 這樣情況 可是為什麼會走到這一天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要不就是用所謂俠多數綁架整個立法院 剛剛造成這些所謂的國會擴權法案 引起民眾不滿 我再強調一次 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輕鳥行動是民眾自發性的行動 有去看過都知道那個狀況 所以一個民眾自發性的行動 現在被國民黨的深藍的立委 貼上說是綠營的 側翼的等等 所以他們要發動對抗 我不曉得 真的是這些如果有可能被罷免的 這些新科立委們做何感想 都有風險 我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大家很久沒有聽到徐曉欣的聲音 他也怕了 他聲量很高 他意思說他深藍他不會怕 事實上我告訴大家 我跟大家保證 徐曉欣怕了 一定會怕的 我跟大家保證 他深藍他從頭到 從前面到下為止 整個的過程的表現 爭議這麼多 那你說巴米漢他不會站在 而且他現在怕什麼 六月很快結束的時候 他家的官司 可能也會延燒下去 你的保護傘沒了 等他修費了以後 你的保護傘沒了 他也在怕這個 所以他是雙重的怕 反而我看到民進黨幾個 我舉個例子 譬如吳佩義 人家說吳佩義你贏得不多 那如果國會改選 你贏得不多 獲得罷免 你很不利 他說罷免就來啊 你看 有起扁嗎 所以你看到民進黨 堅持對的事情 縱然贏得不多的人 很有氣迫 可是國民黨整個退縮了 我告訴你 罷免才是真正的關鍵 對 沒有錯 所以你看到說 徐曉欣 那個在講說 這個民進黨可能會癱瘓意識 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 然後讓徐曉欣 讓徐曉欣沒辦法通過等等 甚至還帶人衝進立法院 我告訴我那個真的就是小人 知心度 君子之父啦 民進黨問你算這個啦 徐曉欣 你正正就這樣 就這樣負了嘛 你就用這種多數暴力去通過 徐曉欣的結果可能都在預想之內 除非藍白現在真的感受到民意的壓力 願意溝通 願意互動 問題是 你在徐曉欣綁綁架之下 在黃國昌的綁架之下 有可能這樣做嗎 所以那已經是一條不回頭的路了 所以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你面對的就是民意直接的反彈 民意怎麼直接反彈 罷免 所以那個輕鳥行動的遍地烽火 我跟你講那不是民進黨去帶動 而是這個遍地烽火 在你當時用國會衝撞的方式 通過這些法案的時候 就造成了現在的遍地烽火 所以接下來罷免會是 最後兩項個月 大家的關注的重點 我告訴大家 連傅昆綁都怕罷免啊 他叫花蓮王 照理講他罷免要過很難 但是我跟大家講 他怕了 我為什麼講他怕了 因為在花蓮 從來沒有人敢發起罷免這兩個字 對傅昆綁家族 從來沒有人敢 現在聲音出來了 在花蓮遍地開花 他怕了 以前花蓮很多年輕人 不一定回去投票 這次年輕人生氣了 所以傅昆綁怕了 我不騙你 我現在我在這個假期裡面 我跑了很多地方 我都沒有留在台北 我跑了很多地方 私底下聽一些聲音 真的告訴大家 他怕了 議長也有機會 花蓮先生也有機會 我也問了花蓮很多我的好朋友 有一些是深藍的啦 我的朋友其實蠻多的 藍綠都有 因為我參加很多社團 他們知道我在社團裡面都不會談政治 所以有時候是兩個人聊天才會談 他們會很坦白的講 就是這樣子 他們對傅昆綁極為生氣 所以你看到花蓮的民宿 有一些民宿貼出什麼 我們沒有投給傅昆綁 所以請來我們這裡住 因為如果你支持傅昆綁的民宿 人家不去住 現在有這個聲音 所以大家等著看 蠻有趣的 解散國會 呼籲解散國會重選 柯建民嗆藍白 你好大賣照 等待殺敵的時刻來了 大家乾脆啦 看那四敵哥 四敵目 全部讓民意來決定 來一次 所以藍維放生黨產條例 黨產條例在立法院 藍維自己放生了 讓他沒過了以後 就是他們要修改黨產條例 結果沒過 沒有膽量讓他過 結果反而嗆說是綠營偷襲 所以柯建民反批說 這一些講的人就是罷免的首要對象 分析半年政壇的首相 這個人柯建民提到 新科藍維開始擔心這件事上演 大逃亡 什麼事上演 立委罷免年限約摸 僵制了 柯說從藍維最近 院會缺席 大逃亡就知道 幾位新科立委 現在已經開始擔心了 告訴你 連傅崑崎都擔心了 那內幕防傅崑崎 政府飛彈失控 藍維怨聲四起 喊不想再陪傅崑崎打交土戰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看到 預防綠營戈藍維 趙紹康竟然說什麼 要修法停止報復性罷免 什麼叫報復性罷免 為什麼要修法 他要把罷免門檻提高 提高到讓你沒有辦法罷免 這就是藍維 因為多數就可以這麼隨性 所以 朗東 人家多數就可以隨性 所以最怕的是哪幾個人 來 給大家看 大罷免時代來了 各地各籃尾 主事絕一籃 青鳥行動 遍地開發 板橋 大三元 這誰啊 大三元是誰啊 罷免 月圓之 拒絕牛布 桃園前興 罷免 劉許廷 這個是罷免誰 展翅廢祥 展翅廢祥 廖偉祥 啊 這個啦 這個啦 黑心 中西東南 敲羅行動 這羅什麼 羅庭偉 羅庭偉啦 還有 我們要不能夠黑心 人要有善心 所以要剷除黑心 詐欺心 黑心 什麼洗錢心 因為他的家族有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外號很多 他的家族 社群洗錢 他的什麼姑姑 什麼大姑 阿姑 然後呢 詐騎 洗錢 詐騙 所以詐騙心 洗錢心通通來了 所以首富鬆信 釜底抽薪 通通來了 所以人家都剷在等 對啊 許小新已經一個半月 都沒有罵我了 我也想是說呢 如果他有繼續給我攻擊的話 我就馬上給他回擊 結果呢 因為他怕了嘛 他不敢回了嘛 所以說我最近通告也減少了 因為他都 跪在那邊 跪出來那邊 那不敢回應 許小新是真的很怕啦 所以就躲在同溫層裡面 在那邊哭 在那邊取暖嘛 那如果他被罵的話 包含是說過去費紅胎 甚至張維園都有機會 出來去取代他的這個位置 那傅崑奇當然也是擔心嘛 如果傅崑奇真的被罷免的話 那議長張俊就磨刀禍禍 可能就準備要出來 而且過去花蓮 蕭美琴也選上過 所以也不是說什麼傅崑奇 就穩贏了 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那但是在這幾個被罷免的人裡面 當然風險最高的 就是因為陳柏惟想到這個標語嘛 獅子要穿 要挑軟的吃 罷免就罷葉原汁 葉原汁是危險度最高的 風險是非常的高 那其他幾個的話 當然台中的兩個 羅庭偉跟廖偉祥 他目前那個罷免的那個聲量 成長幅度是最高 而且這個 我真的我要替自己辯駁一下 如果一句話沒有道理 他不會廣為流傳 所以大家一聽 葉原汁真的是軟的 所以這真的不能怪我 不是想口號的人沒有犯錯 沒有錯 我們是建議包括葉原汁 許曉鑫這些人 你要罷 你人家罷免你 你最好也舉行反罷免的說明會 然後尬長一下 你不知道 知道你到底是有力不力 不要讓什麼謝榮介來辦 謝榮介不分區的就沒效了 那王鴻輝他就覺得跟謝榮介 就覺得自己沒有風險嘛 謝榮介是不分區 王鴻輝覺得自己在深南區很穩 所以他故意就是要推一些有風險人到前面去害他們 去害葉原汁 害傅崑 去害許曉鑫 反正最後留下來的那些人 他藍營裡面影響力就會變得更大 反正王鴻輝跟許曉鑫以前也對干過 對 那時候要搶說 趁機會復仇一下 沒錯 王鴻輝是故意的啦 因為他也知道罷免的事情 你只要成功個兩三個人之後 民眾的氣稍微宣洩了之後 其他人的這個罷免就保安全了 所以就變成是說推誰去前面的這個送死 這個概念 看葉原汁跟許曉鑫還是誰先被罷免掉 可能的話其他人就安全了